单行道全部出去 单行道全部出去 双向道路因为交通部铁道局工程被改为单行道 但还是有驾驶不知道把车开了进来 但有网友破文表示 今晚路人热心提醒 却还是有驾驶不领情 甚至一度发生口角 桃园中立新国民医院门口 因为工程变成单行道 虽然挂上了禁止进入标志牌 但还是有驾驶没搞清楚状况闯进来 他不知道是怎么切的 结果切往那边 然后那里是单行道不是吗 摩托车很多是吗 摩托车很多就直接右转过 一向就过去了 不想到远路 可是他们好像是不知道 附近店家多 还有饭店跟医院市区车流量大 却因为道路施工车道缩减 造成交通混乱 而没注意道路封闭乱场的驾驶 可能还得吃上罚单 双向道变成单行道 虽然路程得绕上一大圈 但贸然逆向通行 罚钱事小 就怕发生意外 记者林中正桃园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